圣诞佳节必然是少不了烤火鸡 今年的各家业者是发挥巧思 推出了别出新材的创意火鸡口味 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博出味 有业者就选择结合中细元素 推出了沙包饭 以及虾酱口味的烤火鸡 我们来看记者李化的报道 采用在本地生产的上等虾酱 花雕酒 姜蒜 白糖 胡椒等材料腌制 再将香叶 桂皮 八角 陈皮等 塞入火鸡肚内 帮助去腥并综合虾酱的独特味道 出炉后的虾酱火鸡秀色可餐 令人食指大动 这家位于张仪机场的酒店表示 虾酱口味的销量比去年松露火鸡 高出50% 它口味上的创新 虽然在创新的过程中 我们又没有原理到生活 因为这个虾酱本身就是 我们新加坡人熟悉的一个味道 那在第一是熟悉 第二就是说创新 那么两个结合在一起 有引起客人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欲望 而这只火鸡则另有乾坤 主厨先将腊肠 香菇 咸鱼 糯米饭等材料 放入沙包炒均匀 再把沙包饭放入火鸡里 坐落克拉码头的这家餐厅 推出的中式烤火鸡 格外受时刻欢迎 不过制作过程却比传统火鸡更费功夫 如果那个米煮到熟 它放在土鸡里面一直煮 它会很绵 就这样就我们试了几次 就觉得煮了一半 放进去就这样会比较有味道 也是因为那个土鸡的汁 一直在那个米里面吸着 为确保圣诞火鸡能让人吃得开心 也吃得放心 餐饮业者表示在准备食物时 都会特别注意卫生 另外由于火鸡属于白肉 若没有煮熟 恐怕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业者因此会进一步确认 火鸡与甜料已经完全熟透 才会将火鸡送到食客手中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一华报导 优独播剧下